特殖第一页事情是它还没上市 所以上市就不能算 但是没上市呢 它又可以募资市场市值可以到10亿美金 这样公司非常的了不起 所以也就是说它一定具有特殊的才能 让创业者创投者愿意把大量的钱投给它 而且不断的募资不断的成长 但是它不上市 当然未来可能会上市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全球前十大独角兽公司 最大的就是Uber Uber没上市 它的市值是680亿美金 第二名就是滴滴出行 它的市值是500亿美金 不过我要提醒一下 四年前才55亿美金 第三名就是大家知道小米 它现在市值在460亿 所以前十大里面有四家是中国 其他都是加州为主的美国的企业 非常了不起 而且你仔细看它的产业 基本上都跟网路 这才是一个人的项目 一本来有一本来就像一块 一本来就像一本来就像一本来的